大家好,歡迎收看11月6日的司機金中午直播,我是豪德 一開始就要碰我的兒子阿哲哲,今天他的生日就7歲了 平時我的兒子都會偷看下我中午的節目,希望他快高長大 好,去回到司機金最新表現,都幾好 今天去到11月4日,我們的年初至今是37.03 應該是前日的,11月4日,昨天再抽多一點 都在托賴創新高,希望今年2020年還有個多月的勢頭保持 好,跳回去直接說一些大市的情況 大家都知道,基本上大市夾了幾天 在開選之前已經偷步夾,一路夾到昨天都未夾完 你見到尤其是美股,納斯特克指數已經去到11,800 今個月升了9% 最新美期就回了一點,不過你看一下 夾的幅度,其實我想很多人都很傷 你見到10月份,大家由於大選就由10月中開始沽下來 當大家以為9月頭見頂之後,會出現一個雙頂形態 11,800,12,000左右 你看看,只要3日時間都能夾得上去 當然,會不會又再次出現一個阻力的情況 大家都要有個心理準備 而且始終都要小心,現在的新聞都可能動得很快 會不會是回馬槍呢 最新你看看,拜登就大家當贏了 如果點票就253票 特朗普就已經落後了很多了 基本上輸了大概210幾 不過過去的24小時就不停搞一些司法程序 希望可以起洗回身 不過市場覺得基本上是陳可落定的 但是假設有些風迷路轉 可能市場又會有些影響 所以現在就有少少一面倒 另外,值得美股留意一下 就是之前那些大家 部署拜登上場那些所謂Thematic 一些比較主題性的股票 其實前晚開始拜登領先之後 其實就反而不好動的 但是去到昨晚都跟上去 比如說一些輕能源 就是因為拜登那些新能源 是比較主打的賽式來的 那你見到就 昨晚都彈得上去 一彈就彈回去熟 即是又回到高位 那連那些大麻股 Kanopy都開始動得上去 那這些都是大家覺得 就是拜登上場之後有機會的 那麼 那就是 體圖就不太急 不過其實如果GD全部 昨晚都升成10% 那交投量都很活躍的 那這些 那大家都是一個Thematic的東西 甚至是太陽能 太陽能 就很奇怪的 就是前一晚其實就倒下 當個市升的時候 昨晚才能等到 轉頭 轉頭阿桑都會說少少的 關於這些新能源 那另一個要提一下 就是昨晚 就是昨晚也是聯儲局要出來報告一下 鮑威爾 那又出來有什麼特別呢 那還沒什麼特別的 那第一 就如大家所期待 我自己主觀判斷都是這樣 就是應該沒什麼大動作 那結果呢 就是利率就不變了 那至於你說買債的速度也沒有變的 那所以大家就當什麼事都沒有 那反而可能下一次就會再 有些新的啟示 因為可能選完之後 新白宮新上場之後 那這方面就可能有些改動 好了 那講回港股A股 那今天就好像 港股就叫做 沒什麼特別 不過A股其實就 如果看CS size 都會回一點點 那但是呢 創業板就比較傷一點 我實在都說 因為可能我自己拿著一些貨 很多都跟深圳菜板相關 譬如說寧德時代等等 那我聰明了一輪 今天就撲得挺厲害的 如果說那個福度 今早就跌了差不多 成2.3% 那所以呢 那所以我就當然不開心 我就有些少少傷的 OK 有見那些順風 寧德時代 這樣跟著都會回回 Maiway也是 都走不掉 不過唯一就是 唯一就是 唯一一隻奇君突出的 就是金龍魚 我記得好像有朋友都問過 我都有講過 那見到呢 就唯一一隻都是 這麼大隻的 深圳創業板相關都繼續去 對啦 今天升回 對不起 今天呢 就升回 有4%都很厲害的了 整個板塊都弱弱的時間 OK 都不如你見到其實 那些資金都一路捧場的 我們自己都有一些註買 不過他 中間都 如果真的看得近些 他的股價都幾有趣 都幾多動度動得大 雖然都保持著 OK 那至於港股 對啦 說回港股 大家最關心港股 那我覺得呢 如果看過指數等等 很久大家還沒碰到25,000 不過其實說真的 都幾有些折導的 港股 好像很厲害去回到25,000 你看一下 道瓶斯 道瓶斯 工業平均指數 美股 都去回到28,000多 我們還在低位徘徊 好像有一個月那麼大把 但我覺得這一下 追貨就好像 夾伊朗又有點緣 因為之前很多人 其實我講真的 我自己也是的 你選之前 偏向保守 很多人會做些對沖 那現在市場夾得這麼厲害 但是之前很多對沖盤 都要跟回頭等等 或者之前倉位太低 又會跟回頭 那所以就 一浪呢 我覺得勢頭很厲害 但是是否應該暫時停一停 不過今天你見到一些科技 都會暖一點點 唯一就是頂著了什麼呢 今天的指數頂著 就是我近期開始講的股票 就是匯豐 匯豐正正起革命 去回35元的了 我跟蕭老闆說 可能去得回50元 也不奇怪 之前說 我也有些部署 希望他有機會出現 整體大選的局面 就好像已經完結了 全城miss on 如果還有一個大盤來看 比如說你看回DXY 那天我提過突然急抽上去 不過就沒有跟車太貼 所以你看到DXY最新就落回來 即是美金又轉回弱 你看看3號 突然間又急升上去 理論上對很多資產 風險資產漫畫地 突然間看到很多資產 突然間好像大直路 你的Bitcoin好像是否升到上 近期都是高位來的 Bitcoin 我拿回圖出來給大家看 這個是Bitcoin圖 你看看 突然間放不一聲 衝上去到 但是你看到就是 不單止是Bitcoin 自己那些Cryptocurrency 有些轉變 而是整體你看到 那些RiskOn 都比較厲害 連金也回來了 之前有朋友都問過 那些金會不會出市 不過你看到現在 Correlations也很厲害 昨晚那些金也彈上去 1900多 這段時間大家都想問 1900、2000中間又怕跌穿等等 我仍然都是一貫策略 就是拿著放止妖 當然前提就是你坐得定 你坐得定的前提就是 你賺多錢的Profit高 所以說了這麼多 我覺得接下來都是回歸現實 你當選員都好 就算什麼都好 就算特朗普沒有什麼奇招 可以反敗為勝 始終大家未來的焦點 就去到很簡單 就是假設拜登上場 他的蜜月期可能都很短 大家都很快要看看 究竟有什麼做到出來 還有很多比較大的改變 會不會出現 中美的關係 所謂那些政綱上高的改變等等 另外一個也是 大家關心完選舉 可能又會關心一下疫情 阿桑今天幫我準備了很多東西 不如留一點時間給他講 他講了兩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阿里巴巴 昨天出業績 第二部分也是他跟著的 有些太陽能 我就不說那麼多 把時間給阿桑 請問一下 謝謝San 謝謝 好的 一開始就說一下 阿里巴巴昨天出了Q2的貴度成績表 其實出來的反應其實都很兩極化 你看到今天港股開市的時候 其實就低了 之後就抽了上去 但現在就回到284元左右 其實看到很多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很利好 有些很利淡 那我就總結了 就是關於兩邊利淡和利好的少少的一個概念 首先如果說一下利淡的情況 第一件事其實就是講到他那個用戶的增速 其實就逐漸減慢 如果你看到他那個的 quartal的回收的話 你見到其實那個annual的active buyer 就是每年的那個匯約的買家 其實就去到7億5千7百萬左右 你看到按規其實就升了1500萬 但就相對按規和按年都減少了少少 你看看Monthly active user 就是每月匯約用戶 其實就去到8億8千萬左右 你看到按規其實就增長相對是少了很多 另外有一件事就是淘寶的特價版 有提到就是現在那個7千萬的monthly active user 那你見到其實拼多多 其實有機會在下年的年頭 其實已經可以追平到的 其實你見到這個高蚊的一個research 其實他都幾準 你看到第三Q20的時候是757個million 你看到其實真正出來都是差不多的數字 但你見到拼多多 其實你由兩年前第一個季度 其實就開始慢慢爬 其實是有機會在這個情況是有機會爬頭 第一件事就是其他投資者也好 其他人會覺得這件事是對阿里巴巴有一個特別大的威脅 另一件事其實如果你看回它的result 你看回那個result 其實你看到尤其是在新零售上面 就是consumer service 不是,這個 這個addle上面 其實你見到那個新零售的initiative 同比增長其實相對是少了很多的 尤其是你看到第二季度也好 他們Montestanley和高雲的year-on-year growth 其實都是錯過了的 尤其是這個位置 其實阿里巴巴是燒錢燒得最多在這個位置 因為大家都知道淘寶和Tmall他們的增長的能力其實是有限的 那個天花板其實差不多到 所以其實就移移了去另一個新的場地去打 但是問題就是見到它的同比增長是miss的很厲害 這件事就是大家會覺得有些不太好的情況發生 但是反過來利好的東西其實都有幾個 第一件事就是它的電商的gross merchandise value 尤其是它的規模總額 就是商品的規模總額 你看到其實在不來淘寶的GNV Tmall的GNV其實都有一個相對比較好的增長 大家想一下就是要記住就是基數的問題 基數的問題就是它那個是逐漢一萬幾億的人民幣 然後你看到其實如果算是按年到按季也好 其實都是有一個正增長在這裏 14至15 另外就有一點要看到就是它起碼是比了高敏的 那個forecast的 consensus 這件事就是尤其是可以看到在這個GNV上面 阿爾巴巴其實未受到快手、抖音或者微信 有些少程序、一些競爭對手受到很大的影響 第二件事就是要提到就是剛剛提到那個新零售 沒錯它的同比增長其實就是按季也好 按年也好其實有個增速減慢 但是問題是它的虧損的同比其實是陸續收窄到的 另一件事要提到就是它在10月的時候 就收購了GNV的新零售 其實就是希望期望它擴大它的線下 超級市場的規模 那這件事其實也是有一個想像空間在這裏 那第三件事就是提到它另一個segment 另一個嚴霧板塊就是它那個阿里雲 那個cloud computing的位置 其實你看到按季也有一個升幅在這裏 其實都叫inline 這個位置其實都是做得很好 因為始終阿里雲也好 新零售也好 都是阿里巴巴這間公司 就是未來三至五年的增長的目標 在這個位置 那如果看回對於我的看法 我自己覺得就不會看得很淡 但是當然這個成績表不是很完美 當然有這些改善的空間 那如果你看回在業務層面上面的考慮 其實我不會覺得monthly active user 和annual active customer 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問題是淘寶和Tmall 其實MAU都很難再推高 那個情況就像我們上個禮拜 有講的螞蟻集團 它說阿里巴巴和Tencent Pay的問題 其實它們已經是去到一個低增長的情況 你想一下淘寶其實都已經是運動了十多年 其實你要它每年的增長 其實是有一個特定的難度 但其實你看到沒錯 它那個按季其實是少了 但是問題是按年其實都不是說很差的 你看到119到96M的增長 其實都還是一個相對比較高的增幅在這裏 除了我們說如果在阿里巴巴的定位上 用戶基數不會有一個快速的增長 但是只要在它那個用戶的市場 就是用戶的時間長度是加快 或者它的黏性 用戶的黏性的engagement要有一個增長 還有它那個消費的次數 就是它那個purchase的frequency 還有它那個客單價是做得好的話 其實某程度上 家公司的收入增速也不成問題 其實這件事其實剛剛就反映到 在我剛剛提到的GNV上面 那為什麼它GNV其實可以 在19.5-18%按規 還有一個正增速在這裏 其實最主要就是因為它做了 就是近這半年其實做了幾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它那個淘寶的直播 淘寶的直播基本上就是去吸引多些年輕的用戶 去提高使用時間 尤其是你看到淘寶直播最主要是那些化妝品 對,化妝品上面就是那些化妝品 那化妝品就會令到吸引很多年輕的女性 去用到這件事 另一件事就是它那個延長的雙十一的時間 因為平常年就是雙十一的 就是只有11月11日做到一個特價的情況 但是問題現在就是延長到11月1日到11月3日 那其實最主要就是吸引多些 就是現有的用戶 提高他們那個消費的體驗 和提高他們那個消費 再加上有8億補貼 就是去扔錢下去這個位置 那其實就相對可能會在GNV那裡有一個提升 那再加上就是那個淘寶特價版 那最主要就是留住一些 就是價格敏感度 相對較高的客戶 在這個位置 那其實做這幾樣東西 其實這個目的其實就不是去吸引一些新的用戶 反而其實是留住一些現有的用戶 令到他們那個客單價 是從而有一個提升 你看到淘寶它做那個 在9月的時候做了一個upgrade 就是那個search engine 或者是它那個recommendation feed 在上面做得好 其實都是反映著這件事 但是另外有一個改善的地方 其實就是它的支出 它的expense上面其實就不是說做得很好 尤其是你看到那個product development expenses 其實都升了9個billion左右 其實都差這個高敏的一個forecast 都有一倍左右 其實這件事都是反映著 可能他們大幅消遣的情況 都會做到這個效果出來 那這個位置其實可能有一些改善的空間 那總結來說 就是Iwaba其實未來有這一兩年 其實有幾點是決定到它收入的增速 第一件事就是它那個双十一 或者它接下來的一些節日上面 它加長了的時候 會不會真的真的有效提升到 那個客單價也好 它的gmv的增速也好 還有它那個category 就是它們那些專打fmcg 專打agricultural 如果是大家版的話 那兩件事就是剛剛提到 10月收購了這個新art retail 高音零售 那對於新零售上面 會不會有一個rebound 有一個反彈的情況 畢竟現在只有40%同比增長 再加上其實 尤其是在新零售上面 天貓超市 很少的業務 其實是直接交給新art負責 那這件事其實都要 大家要密切去留意一下 那另外第三件事 就是有幾點就是 噢尿摩的增速 其實相對來說 都可以接受 你看到Quarter on Quarter 其實都算是14.9% 升到30% 那這件事其實就是 跟美團有一個直接的競爭 那首先就要大家去留意一下 究竟美團的market share 好些還是噢尿摩的market share 還有剛剛第二件事就是 港度的淘寶那個改版 就是9月的時候做了改版 去吸引多些客人去做這件事 去繼續提升它的用戶消費的次數 那其實這個就是一個 我對於它今次第二季到業績的看法 在裡面的 那這個就是阿里巴巴的分析 那另一件事就是 提到在太陽能上面的一個update 太陽能 前陣子也有提過就是 有一個下游上面的一些組件的製造商 就開始投訴 說那個玻璃價升得太急 那就導致可能他們那個 做出單的情況就開始有一個減慢 那就開始會有很多的問題在這裏 那昨天其實就是 Montestaddy他都有一個call 就是講回這件事 和update一些太陽能玻璃 或者太陽能組件上面的一些情況 那容許我在這裏講一講 最近發生什麼事 那一開始就有提到那個玻璃單價 就是如果你看回我們有做那個update 你看到玻璃單價其實升到4.1元 那最高尤其是一些小的 一些玻璃廠的叫價其實都上了50元 那但是on average大概是41至43元左右 那如果你看回他們有做一個forecast 2020年到2023年那個光復玻璃價格 預測其實就不會有一個升幅在這裏 那因為它最主要就是講到那個demand supply 那個供需的平衡開始做到 那其實你未來其實有機會在下年年頭 其實就已經會落到36-38的這個位置 那其實就變相對於一些下游的module maker 例如是農機、精澳或者是精科能源 這些module maker 尤其是market share 漸最大的 就開始舒緩到那個問題在這裏 那第二件事就是有提到一些大型的企業 不論是香港的SEE solar也好 Flat glass也好 他們的Growth profit margin其實已經是上了50% 那如果我看回這個位置 就是做了我之前有做的一個research 其實你看到如果是2019年 他們的Growth profit margin是只有12% 其實就相對較低 但是之後現在他們的analyst也有提到 說未來的不論是Flat glass也好 Cene solar也好 他們的Growth profit margin其實已經是上了50%以上 那如果我們看回 用一個module revenue的assumption去看 其實你看到那個單價 由27元升到38元是一個最關鍵的位置 為什麼它的利率會做到一個提升 最主要就是因為它的雙面玻璃 它的雙面玻璃的Growth profit margin是相對較高 最主要原因就是它的運輸成本較低 安裝成本較低 因為始終你的2mm玻璃是相對較輕 那你就這樣看好像2mm、3mm是沒有分別 但是當你做一個大規模的生產 其實就在這個位置很大分別 那這個就是第二件事會做到一個更新 第三件事就是他們有提到的就是 尋而光榮和Flagglass 他們的Oversea、海外的礦產速度 也會逐漸加大 你看到如果我們看回968 它現在就是延伸在馬來西亞 那如果看Flagglass 就延伸去越南 那其實你看到2021年 其實是加了兩條產線在裡面 如果你再看回2020年 如果你看回Flagglass 2020年 它就會在越南再投產1-1000噸的tons per day 產能在裡面 那這件事其實都可以向海外發展比較多 但是重點要提到 Oversea的比率其實都相對較低 都不佔他們的exposure 10% 其實就意味著大陸還是一個相對比較被依賴的地方去做一個生產 那第四件事就是它冷收期的情況 因為你要做這些燈 你需要那些爐 那些爐是有一個維修的期限 可能你要隔三四年就要做一個維修 那對上一次他們做一個維修就是2014-2015年的 那意味著其實去到2021-2023年 那路續續就會有一些爐是需要做到一個維修 那就是可能會令到他們那個產能是會繼續有一個 可能有一個delay的一個情況 那但是他們也有 就是analyst也有提到 可能那個情況的impact不是很大 因為始終你冷收期的那個位置 只是佔全部不到10%左右 那這件事也是要跟大家去report 那另外呢 另一件事就是提到它那個detect free rate 就是它的utilization rate是它那個造爐的時候 如果他們看回就是用78%來去做一個滿意的程度 其實只有flatglass和cene solar是可以上到83%左右 那就是compared to去年其實都是只有80% 就是因為他們的efficiency 就是他們的效能是相對做得比以往更好 那但是問題就是其他一些比較二三線的一些玻璃製造商 就不是說真的做得很好 就是現在可能只有73%至75% 那始終都有6%左右的eviation 那另一件事就是提到的 就是阿浩德有提到之前有提到那個放寬產能限制 那個發生的機率其實不是說真的好大 因為其實大家要明白就是他們很多玻璃製造商 其實他們已經是陸陸續續去做到一個礦產的 你看到其實cene solar都已經由生產一千到變成生產六千 如果你見到它那個relaxation的possibility 除了是2020年是有一個supply shortage之外 其實已經去到2021年其實都已經去到一個相對比較平衡的位置 你看到2021年in total 不論是cene solar也好 flat glass也好 藍波玻璃也好 那這些最大型的龍頭其實他們2021年 2022年total都是接近有1萬t per day 其實其實是足夠 其他的外面analyst也有提到 其實是足夠供應給下游的module maker 所以問之後他們龍基、JK solar會不會繼續有一個這樣的情況 繼續去類似一個投訴 就不知道 但是如果要政府去做一個relaxation的process 可能性就未必說真的好大 這個就是最主要的update 好,謝謝Sean 聽完阿Sean說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感覺 我的感覺就是辛苦了 很細節奏 所以其實每隻股票他們都做了很多功夫 你不要見我講的講得這麼輕鬆 我的同事背後都做了很多功夫去分析 時間關係了 直接去Q&A 好嗎 就是這樣 我們讓一讓AM730那邊的觀眾朋友問 他問 阿浩德啟考慮入私分 但現在股價高位才入場 建倉市貨不合當 我覺得是不會的 如果是高位會跌的話 我也會沽了一些貨 我們的工作就是去判斷在市貨底下 還有沒有投資機會 我都沒有沽了這些股票 就是證明 其實我覺得我拿著的東西都可以動 有得上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想光顧的話 不要猶豫了 好像賣廣告一樣 不好意思 我自己也有買一下東西 稍後可以說一下 好 第一個問題 現在轉回C基金的Youtube Live的問題 Cony問有沒有派息 是有的 C基金如果你回到我們的網站 你會見到有幾款的 有幾款類算 英文叫accumulation class 賺了的錢一直放在這裏 有一個類別是派息 都不錯 上一次我提過 真的有4厘的年式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Jazzis基金是一個派息的class 可以看的 好 接著問有沒有看位置 市傑 156 那我就答是沒有的 沒有看 好 接著 Jack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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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169 怎樣看 169就非常之好 本身我剛才想說的 究竟豪得伊靈加的什麼倉 其中一隻就是169 今天都好像不錯 你看到國內的家電股都起動得很厲害 我想說美的厲害 出現業績 連格力今年做得比的藥 其實近期反彈到強勁 整個板塊的氣氛差了很遠 上半年差完全是天同地 你看到嗎 董寧珠格力說 今年都是辛苦的 辛苦一年 不知道是不是犯了太歲 但是你看到隔力都可以抽飯水 全哥 即是家電板塊都可以 不過我自己部署就是169 剛才說了 好 接著他還有一隻的2126有什麼看法 2126之前是Kelvin說的 日文巨落 不再重複了 他就不太看好 亦都沒有買了 剛剛有些問題要問一下 這個 我想今天大家有問 大家看到1810 以及北京八制神州都弱了一比 大家都很擔心 Kelvin又跟大家分享一下 說兩句 我見有個朋友問這個 Hengway搶PD-1 他應該是說 接下來11月尾的伊保 其實很簡單的說一說 其實現在如果是國產的PD-1 其實有四間公司 就是軍實、信達生物、Pengway和八制神州 其實如果你說砌究有影響 應該是說信達生物 他現在賣的那隻藥 就是做三線的霍奇金林巴楼 因為Hengway和北京都承認了 不過還未立入伊保 如果我的看法 反而覺得Hengway有沒有需要在這個適應政策上劈價呢 其實因為Hengway其實是這次伊保 這個形勢應該是最好的 因為他其實是有另外三個適應症 是有機會可以納入到的 這個未知的 因為已經承認了 但不知道伊保會不會談 有肝癌、食道館癌、肺癌 所以都是一些很大的適應症 理論上如果納入了 他的銷酬的Ramal應該會很厲害 所以短期內其實是對伊保 其實對Hengway的好處是比較多 而伊諾芬就因為他還未承認 但其實他有什麼不同呢 因為他有兩個大的適應症 就是肺癌 就是非倫藏和倫藏 他都有一線的肺癌 所以他都交了表 不過還未承認 本身如果他可以在伊保之前承認 也有機會可以一起商量 不過這個機會就比較小 但是如果下年承認 也會照進伊保 所以可能是短期內幾個月的影響 那你說其實那個市場份額 我們都猜 其實肯威和信納生物之後 在這些相同的升證 市場份額可能是差不多 因為其實大家都 那些銷售團隊都需要時間去 我們叫村口醫院去賣藥 其實都有空間可以慢慢去做 所以就要看看 以來這幾年 他的銷售團隊的增長速度會不會很快 因為現在的肯威 就是他的銷售團隊有萬多人 你比起以來一定是多很多 做總樓的應該有四千人以上 他有很多藥 所以如果只是Innoven 他就有千多人 只能做一隻藥 做一隻藥 有四隻藥 所以他應該都會聘請多些人 所以你很難這樣說 那個影響 OK 今天很詳細 希望答到你們的問題 下一個是Bian Chang 就問 商十一佔近 就理應順豐會間接受惠 但今天順豐的股價跌了很多 有什麼特別意見 我剛才說過 其實就是深圳創業板全部都跌了 所以這裏不如按給大家看一下 深圳創業板今天跌了很多 跌了2.75% 跌得最近的那些 就是Maiway 我講過 寧德時代 愛爾眼科等等 所以整體的板塊差 我覺得順豐 今天差 但是你說都是八十多元 說真的 我也有點不開心 但我覺得就不像是 未必是公司本身很大的問題 在每個月 至少近期他每月公告的數字 我們都收貨 今天就插了一下 但因為同時間 很多深圳概念 大隻的那些都跌的 所以就不容易看得很清楚 希望就沒什麼事 沒有什麼特別的新聞 令我很擔心 好吧 2126說 這麼快創新高 若明好東西 巨落怎麼看 沒有 沒有看 我們之前有提過 不再重複了 關於若明巨落的看法 在我們的 記住 這些我們有詳細分析過 那些就 每一次浪費時間再講 可以到我們私基金YouTube的頻道 按那個號碼 或者打回公司名字 就可以看到 下一個問題問 9988業績 就像阿桑說了 高位意見 不如轉96100或700 我三隻都有 我覺得這樣轉 其實通常都是錯的 認真說 坐頂頂 OK 好 Ken Lee說 第一次留言 很多謝我們的同事的分析 態度 跟著講 101開始 買到現在 一定留意 終於錄回來 你見不見買入 那些股價跌下來 應該買入 這個就長期都有人問 我自己就 暫時沒有 即是說 具體的操作 我暫時沒有 那你各下如果 你拿很多貨位 拿很少貨 所以大家的判斷 還有風險控制 也不一樣 好 接著問 大量採購 對2500 2500是啟明 經道館心反 Kalvin說幾句 是否可以 不過其實那些設備 沒有太多量 所以很難大量採購 所以暫時 應該沒有那麼快 會有影響 這個產品 他們還是很初期 不過值得留意 因為很高的增長 好 下一個 康明問1337 應該是雷射 有沒有更新 不過我們看到 Logitech又上去 跟著美股 好 多謝你 Angela 今天我兒子是7歲生日 我今早唱了兩首生日歌 所以他很開心 OK 下一個 多謝你 Ken 問 1801 有什麼看法 先回答了 OK 下一個 Christy 問 就是騰訊 計算PE 比9988 很多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都不是差很遠 我們來看看 他說差很多 OK 9988 阿里巴巴的PE 就29倍 明年 騰訊 明年的PE 就40倍 OK 都是 都 是不是 9988 抵過700 那 不可以直接比較 生意模式不同 增長不同 我就 不會這樣看 OK 接著 下一個 問 就9995 不好意思 大家每次問號碼 我都是要看 OK 是 榮昌 OK 榮昌 就近來醫藥股 沒有什麼起升 會不會擔心破法 不奇怪 當然我不希望 我也有說 其實我們喜歡這件事 但是 那些會不會破法 就是短期市場氣氛 同間公司 所謂 Fundamental 就沒有關係 希望不會跌得太金 要被迫止蝕 這樣做 對我來說影響不大 你說跌得太差 要減的話 就是我最 沒有辦法的 有些時候 有些股票 對中長期看法是看好 但是短線太弱 我自己選擇 都是會被重走輕 OK 希望不會出現 就算出現的話 到時機不好 好 OK 有什麼策略 剛才說 如果不用止蝕 就不要理它 OK 好 788 這個轉勢 不知道 我沒有理會很久 你問開我看看 我見底彈一彈 很慘 跌得過兒 我沒有 我沒有興趣買 我都會留意一下 多謝你提點 我看看 如果有特別的事情再說 1579 其實一個號碼我是不說的 通常都會說 對 阿二言海 對 我沒有 所以不特別說 大選之前把NPF由債券轉 做股票基金 現在轉不轉好 不會回答你 對 我沒有轉 但說真的 我也跟你一樣 大選之前避一避 我覺得中線可以看好一點 但這一下夾完之後 未必那麼快 所以 如果你太快又轉回去 你看到現在的美旗都下去 所以 會跟車太貼很辛苦 就是這樣 好 接著問 面對著比亞迪 衛來 急將 很多人問我的 都順道說一下 因為那些新能源車很好 我沒有加一些 如果有跟得久的朋友都知道 我本身有很多 那我怎麼會再加呢 看回轉 大家都看到 非理性地衝上去 那 我就分斷指賺 我第一次賺得 指賺很差 現在看回 二十多元這個位 不過他繼續衝上去 你看到我都是這樣的 他衝上去 我都不理 然後開始立起 大選之前 我選MISS OFF 減少少少 不過減了 我整個倉位 十分之一都不夠 還有九成貨 衝上去 你看他衝上去 我都不孤 他真的明顯 停一停 我才再想 我自己敢 這十幾元都吃得盡 問一下 OK 好 9995 問榮昌 David Powell 問 指賺不指賺 每次那個人問 我都是這樣回答 然後 Con Ming 其實我很喜歡他 因為你問 AROKF 是否持有很多GBTC 自己看他有公告 是否有部署 沒有 答了你 881會不會受惠電動車政策 我覺得就未必直接受惠 因為現在主力都是 即是他在問中星 881 我近期有說過 在不同的平台 我想在我們司機中直播都有說過 看好些汽車代理 但他現在暫時主力都是傳統的燃油車 OK 下一個 阿索羅門 Sorry 不好意思 好 阿索羅門問 我沒有買B站 答案當然有 我們年頭講到現在 曾經在十大持股出現過 都幾好 年頭 開到現在年頭20元 現在40多元 OK 好 那 阿索羅門問 金和股市相關性越來越大 是否避險只是投資 說真的那句 很簡單 原因就是什麼 原因就是現在放水 那些錢湧替所有金融資產 一不放就所有東西都跌 一放就什麼東西都出 所以你看到大部分資產現在 相關性都是齊升齊跌的 就算傳統的股票債券都有這樣的情況 是的 接受現實 因為我們現在的印銀子氾濫就有這樣的效果 然後 Sandy問 問了嗎 想不到市2013會不會爆升 2013就是微聞 我們有拿著的 不過就慘膽一點 都有人問過 但我不覺得會爆升 OK 好了 順達和百濟神州 剛才Kevin說過 不重複 Lawrence這次好得 多謝你 其實我很負責說的 很多功夫他們做的 所以其實應該多謝他們 好了 幾個朋友問過 那些新股金科智慧服務 怎樣看 我問了Sam 他就說覺得偏貴 除非下限 如果下限即是不HOT 不HOT 就抽離做什麼 還有接下來就用創會上 又是爭生意 所以就 腿一般般 OK 好 接著下一個 Michael 772 我沒有拿著的 那隻月文 現在沒有拿著 曾經擁有過 急大跌 不知道什麼事 OK 大跌 先給沽著 最簡單 跌就沽是最方便的 不過就 跟車太貼 又很容易操作 我自己沒有貨 如果你問我 如果真的急跌 又不知道什麼原因 就小心一點 如果沒有什麼 profit 當然要走 6060 怎麼看 6060 大家的股票問題 都差不多 都是那句 search youtube Ada分析過 不特別重複 會巴2126 剛才回答了 9698 GDS 我也回答過 不會 OK 好了 最後幾個問題 因為又開市 我應該1點鐘 應該要完 多個粉絲 令我開心 我兒子7歲 老大 我上高還有女兒 我女兒9歲 看不出來 好了 今晚我都要抽多一點時間陪她們 現在我女兒問我為什麼 晚上經常要工作 因為看美股 好 接著 3998 波斯頓 可不可以買入 消費股有什麼看法 每年到這個時間 波斯頓都炒一轉 今年可能冬天 又冷些 又有些想像空間 OK 我之前也有 不過走了 少住 她不太動 我自己集中 反而看一些 Sportswear 包括安踏 其實今天時間多 本來我打算 播一段片給大家看 不過不要緊 時間不夠 留回星期一 安踏終於去到100元 OK 他問什麼叫適應症 這個真的好 留給Kevin 一隻藥可以有不同的病 你都可以治得到 所以你可能可以治到不同的癌症 都有不同的適應症 所以一隻藥批了這隻病 可能治其他的病都可以 當然你每一個適應症都要審批 大概是這樣 詳細可以留給Kevin 有機會跟你說 BYND 是否BYND 是否值得持有 不過他插了下來 我走了 很慘 如果大家有聽過 我和教授在密西財教授說的時候 我都有提過 不過他真的插了下來 你知道我又是出局避兇 小豬那我就走了 OK 多謝阿桑 OK 按LIKE 問我2020 買2020 是呀 這段片都挺好的 大家記得 星期一播放給大家看 今天時間太多了 我初頭要30分鐘 最後還是40幾分鐘 不過不要緊 最緊要大家開心 好 看回我的樣子 最後 好 多謝大家支持 今天是星期五 希望大家開心些 星期六日 我們星期一再見 拜拜